是在以前的話 我們最主要是說在肝腎虛弱 還有脾胃不足 其實跟現在醫學是蠻接近的 肝腎虛弱 終於講說肝腎肌 腎腫骨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骨質的一個產生的不良 造成一個它的增生 或者是形狀一個壓力的改變 另外因為這改變壓迫它的肌肉或神經造成一個壓迫 所以又產生疼痛的現象 另外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說脾胃不足 為什麼脾胃不足 可能它的營養吸收不良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挑食的習慣 造成它本身一些鈣質或本身一些必需元素的缺乏 造成一個骨質真身的不良 之後因為現在工作的壓力跟疲勞 經常會有人有肩背痛 腰背痛的現象 有時候只是一個長期的姿勢不良 造成一些筋膜發炎 所以我們骨質的症狀 其實真正要確切診斷的話 還是要靠一些儀器來做一個顯影照相之類的 才能夠真正知道你是不是長骨質 那我們自己都感覺上面比較常知道 如果確定是骨質的一些症狀的話 就是說大部分骨質造成一個痠痛 麻痛的話 大部分是單側肢 可以右手或右腳或左手或左腳 比較少說兩邊一起出來 另外還有一點是說這個痛的話 可能不是就是一個痠痛而已 它可能會有一個麻 熱 痴痛 抽痛這種現象 就不是單純是一個麻 單純是一個痠痛這樣子而已 而且可能就是說你某個姿勢會造成你特別的刺痛 而這痛可能會傳到那個末梢這樣 像閃電一樣 有這種現象 是啊 我們就在中醫觀點裡面是說那個腎足骨 就是說你腎氣不足 腎陽虛的話 會造成一個骨質的一個密度的下降 那中醫在中醫我們特別講說這邊講的腎跟肝 並不是我們現代醫學講的說腎臟肝臟 是我們講說腎氣跟肝氣這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說肝阻筋的話 就因為那個肝氣的不足 我們肌肉張力不足 會造成那骨質的一個骨質 或者我們骨頭排列的一個比較不容易穩固 其實我們骨頭就像那個肌木的堆疊一樣 你如果說因為你的 支持它的堆疊的話 就是我們肌肉去固定它 如果你說因為你的肌肉張力不足 它容易造成它變形 變形就是要堆疊的不漂亮的話 一些變形 因為變形的不正常壓力壓迫的話 它可能就有骨質 一般的話我們的骨質 它是一個動態性的平衡 在50歲以後 它的骨質的再生能力就會相對降弱 所以一般50歲以上的話 骨密度可能會慢慢下降 尤其說婦女在更年期以後 它骨密度的下降會更快 所以為什麼年紀越大的人 越會擔心說是不是有骨質的產生 其實現在年輕人 我們有發現到現在年輕人 骨質密度也有點在下降趨勢 就是因為做習慣面 做習上面或是運動的不良 再這樣就是說可能一些 就是飲食習慣的挑食 造成營養像我們鈣質的補充不足 或一些必須的一些膠質 一些元素的補充不足 也容易造成骨質疏鬆 骨質就 它女生在更年期以後 它骨質的再生性會比較下降 會比較明顯 就骨密度會相對下降以後 它會造成一些比較不正常的壓迫變形 這個時候有可能會造成一個骨質的增生 其實中藝在治療上面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說因為它是骨質的一個退化 退化跟變形造成的 所以中藥在骨質補充上面是非常重要 另外還有一些針灸 整潔 按摩 這個對於局部一個壓迫疼痛 它有一個緩解作用 其實中藝在骨質 骨質疏鬆這方面的治療上面 最主要是撞筋見骨為主 所以我們有些中藥材 像龜板入膠之類的 這個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藥材補充 另外當然從針灸 推拿按摩 或者是一些針疾上面 也是會得到一個緩解 有方法 當然另外在早期的一個 我們只是一個轉骨增生 或者一個椎間盤增生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那個中藥材 就像剛剛所說的說這個 龜板入膠這個是一個骨質 跟膠質一個補充以外 另外還有一些有幫助消炎性的中藥 會在那個發炎性下會慢慢緩解掉 那剛才講說撞筋見骨 撞筋上面讓肌肉張力增強以後 它骨頭壓迫性會相對於比較變少 因為這間的壓迫變少的話 它的一個壓迫變形增生會相對於減少 所以有可能會讓初期的 單純的一個簡單的一個轉骨增生 可能會稍微變小 或者甚至會比較不會再產生 當然是我們要做一個評估 在早期也許有這個機會 其實最主要我們鈣質膠質補充非常重要 比如說我們鈣質上面的話 像我們那個豆類食品大豆製品 像芝麻之類這兩個在植物蓋都非常的多 那膠質上面像木耳或者是那個秋葵之類 這些膠質的東西都是非常的多 另外一點就是說 在那個我們的那個骨質上面的增生上面 人最重要的也骨質的一個產生 就我們維他命D的轉化 是靠那個紫外線的照射 所以適度的運動 戶外的運動是必要的